如何能落实9999等于100 谁能答对 答对奖励重则十个 走过 请不吝点赞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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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粽子一元一个了啊 卖粽子 这端我都过去好几天了 这粽子是一个卖不出去 这个愁死我了 可是放这么久 这粽子就得坏 坏了就得扔 扔了就怪可惜的 可惜我就没钱了 没钱回家就得跪搓一把 这个咋整啊 我得想个招啊 有了 自制各种口味粽子 一百元一个走过路过 不要错误 难来的 没往的 澳门香港台湾的 错过这个村儿 没有这个店儿 来看看 这个新奇哈 绝带双腔总 踩高八斗总 毛色洞开总 热情似火总 他长这么大还没见过这样事儿的总子啊 老板多少钱啊 看牌子 一百一个 一百一个 行 这个创意也值一百了 来拿一个给我 好的 就要这热情似火 谢谢老板 好慢走啊 卖粽子 老板呀 我在暗中挂着你好久了 你这一上午呀 就卖了好几千块钱呢 我呢就是想问一下 你这些粽子都是啥意思呀 这呀 里边的学生太省了 好 我来跟你妈妈说啊 像这热情似火总 里边呢 放的是辣椒 吃完之后 就跟你身上穿的这一身红衣 火辣辣的 知道不 这毛色炖开总 里边呢 夹的是辣根 吃完之后 一把鼻涕 一把眼泪 顿时脑袋 特别的清晰 这绝带双椒子 里边呢 放的是那条 你吃完之后 就仅次于那一带天椒 成迷死了 你是两椒 它是一椒 知道不 哎呀 没想到你这小小的粽子 都被你整出花来了 我呀 就要这个财高八斗重 跟你说实话吧 其实呢 我也是个生意人 我呢 应该向你学习 做生意呀 不能太死板 应该灵活点 你这个财高八斗重 一往多少钱呀 三百 三百呀 我给你四百 多余的那一百呀 就当交学费了 我给你四百 我给你四百去好啊 真是听君因习话 盛读十年书啊 我为你点个赵 同学们好 夏老师好 为了缓解 大家学习的紧张气氛 咱们今天呢 就来一场 不一样的考试 至于考什么 由你们自己决定 好 老师 我有一个很好的起义 现在呢 不是很流行 那个吃鸡一棒 咱们就来个吃鸡才艺 大比拼 你们有意见没 赞同 副意 老师 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小黑的提议呢 很不错 那咱们就改编一首 关于吃鸡的歌曲 先从小狼开始 老师 是每人一首吗 是的 那我就改编一首 凉凉版的吃鸡 那我开始唱了啊 凉了刺手 你你化身成痕 保佑你们所顶着我 前前后后包围着小狗 平平一枪被带走 好 大开奥奖 降落三 嘿 落地差点成了喝 吃鸡高手 怎么他就这么多 嘿嘿 小心酒吧可以爆 哦 打你个墙也定来过点咯 后面有赌 前面有城 打得你狼狈不堪 不处躲 哎呀二猪 你真是个人才呀 哎呀老兄 二猪 你改编的挺有穿意的 给你九十分 下来小黑 老师 我觉得他们改编歌曲都太low了 我要拿我的装备 给你跳段 我 好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咯 兄弟 抬合我的M24 好的 我要开始了 来把我的M24给我 哎呀 小黑你太棒了 太棒了 太棒了 跳得太好了 老师这是我做的M24 小黑 你不仅舞跳得好 而且手工做得也挺不错的 老师给你100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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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黑 小黑 你上学都快迟到了 还点着做梦 快点的 我先走了 你快点的 原来这是一场梦啊 看来这以后还得好好学习 不玩游戏了 哈哈哈哈 各位看官你听我言 小黑我开个养殖场 诚信经营笑意好 就是累得我执教娘 今儿给我开个招聘会 招揽人才祝辉煌 黑总您好 这是我的奖励 您看一下 我看了你这个简历啊 发现一个问题 你为啥一年换了三个地方呢 你听我慢慢道来 第一份工作呢 老板破产了 第二份工作呢 老板放了点事 进去了给 第三份工作呢 老板比较惨 呆着走了 这是我今天找到第四份工作 哎呀 人才呀 你来咱这算来对地方 我跟你说啊 你看见没 对面那个养殖场 是咱家死对头 我每个月给你补贴一千块钱 你上他家应聘去 才一千 老板 你最少得给我两千 啊 为啥呀 我刚从对面过来 他说这边是他的竞争对手 他给我一千五 让我到你这边来上班呢 我每个月给你两千五 你送他家去应聘去 哎我就不信了 还想整垮我 你还弄了点 哼 哎呀 看来我是个人才啊 真是天生我才 必有用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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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